23号美国在台协会 新任处长孙小雅 拜会经济部长王美花 畅谈台美供应链外 也聚焦车用晶片短缺问题 今年初到现在 MCU的出货 不仅比去年比增加了六成 比疫情前来比也增加了三成 那这个就是理解到 车用晶片后 会影响到非常重要的 庞大的车产业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尽最大努力来协助 车用晶片冲击美日欧汽车工业大厂 美国三位联邦参议员联合致函 希望台湾增加车用晶片供给后 王美花亲自致电台积电 联电等半导体业者 获得扩厂的正面回应 预估第四季达到供需平衡 另外台积电遭遇敲定赴美设厂 落脚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经济部24号再传好消息 宣布与亚利桑那州大凤凰城 经济发展促进会签署MOU 双方将在半导体 医疗器材产业 先进制造建立可信赖的 产业合作平台 我想处长他对于我们台积电 现在非常积极的到美国去设厂这个表达 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情形 那也看得出来台美之间很好的合作 亚利桑那州高科技实力坚强 而台湾则是半导体重镇 结合双方电子实力 有望达到加成效果 亚利桑那州商务厅长也表示 台积电的投资凸显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巨大潜力 并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成功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 张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